兄弟们刚刚逛玩具店发现了灵动创想又出了好多新奇的玩具 像这个假面骑士英雄飞机立体冰箱贴 假面骑士经典头雕系列多功能香薰版件 假面骑士经典腰带系列多功能香薰版件 还有这个假面骑士可动英雄还能开摩托车 假面骑士可动英雄经典版第二档 总共买了五样 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玩这款冰箱贴 这个都是盲盒形式的 能开出暗日亚吉陀双旗还有吉胡 那看一下我今天这个能开出什么吧 兄弟们开出了吉胡 吉胡做了一个踢腿的动作 然后呢身体各个部位是不能动的 它是固定牢的 背面这个部位呢是磁吸装置 这个呢也是高度还原了角色形象 外观特别的炫酷 然后呢它还配了一个展示架 听装也是非常简单 只要插这里就行了 再把吉胡放上去 你们看这样酷不酷 那谁叫它是冰箱贴呢 你们看轻轻放在冰箱上就贴牢了 第二个可动英雄经典版第二代 总共是有六款 看一下我能开出什么 我开出的是假面骑士空我 你们看这个空我看上去就非常的酷 而且这个喷灰的色泽啊 是非常的亮丽 它可是超可动的人偶 全身有17处关节可动 头部可旋转360度 手臂也能旋转360度 走关节可弯曲90度 这是升级最大的是这个腰部 可以随意扭动 而且幅度啊非常的大 这个腿部能大范围踢腿 膝关节这次也升级了 弯曲幅度直接拉满 脚部也能旋转360度 也可以随意摆动 然后它还配了一个展示支架 还能随意调节方位的 把它装到支架上 摆在我们的书桌前面 这样是不是非常的酷啊 接下去我们一起来试玩这个 假面骑士头雕香薰摆件 和假面骑士腰带香薰摆件 头雕香薰摆件 总共是有六款 看看我能开出哪一款吧 我觉得这个封面蛮好看啊 出来吧 看看是谁 我开出来的是假面骑士双旗 里面有一张说明书 一颗香薰海洋味的 还有一个展示支架 不得不说 以标志性头部造型为设计主题的 香薰摆件 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而且你们看 这个双旗的造型是非常的酷啊 两边脸颜色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眼睛 非常的大 表面的是透明的 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 太酷了 好接下去我们把这个香薰拿出来 里面是一颗的 这个不能使用的 然后把这个底座打开 拿出来 把香薰卡在这里 然后再装到这里 支架装一下 再把这个头部 卡在这里 哇 瞬间这个香气就飘出来了 非常的香哎 兄弟们 好这个我们先放边上 再来开这个腰带香薰摆件 这上面看有七款 看下我能开出哪一款 出来吧 兄弟们 我开出的是第七 这个是以复刻人气角色 腰带经典造型为设计的香薰摆件 看上去啊 科技感满满 它里面的配件和头雕是一样的 有香薰摆件和说明书 我们直接给它装上吧 我先把这里打开 拔出来 然后把香薰拆了 也是海洋味的 打在这里 然后给它插进去 再装到支架上 这样就好了 你们看 非常的酷啊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摆件 装到汽车上看看 这个底座有这个贴纸 把它撕开 粘到这里 然后你们看 我这个副驾驶啊 这格调一下子就上来了 太酷了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清新 很舒服的感觉 最后一个 可动英雄机车套装 总共呢 也是有六款 看一下我能开出哪一款 出来吧 兄弟们 我又开出了假面骑士空我 里面有一张机车拼装说明书 还有两块机车板件 这个板件呢 手撕就可以了 不用捡钱的 非常的方便啊 这个空我 跟这个空我 简直一模一样 然后他的全身 也有17处关节可以动的 还配了一个这个底座 装在底座上 也是非常的酷 那他这个可是 可动英雄机车套装 那必须再配摩托车 是不是 你们看 机车我也就拼好了 两个轮子 转起来都是非常的流畅 这个车头 还有一点像翅膀一样的 带着两个黄金版的排气管 看上去 动力就非常的强 然后我们拿空网 来做这个摩托车 骑上摩托车的空我 简直帅的 不要不要的 然后还可以摆在桌上 这么有创意的 假灭歧视玩具 就问你有没有心动呢